在2012年12月16日,《2012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為大家分享美國太空總署NASA在過往幾十年, 不斷以各種方話欺騙美國,甚至全世界人民。 例如1960年至70年代的阿波羅登月計劃, 所謂的登月直播畫面和照片,並非真正的登月畫面。 其實是太空人事先在秘密片場,或者是在地球近距離的大氣層上空拍攝, 然後在正式所謂登月的行程期間供電視台播放的假影片。 減於幾十年前的世界,平民還沒有錄影機,也沒有現今的互聯網供全世界自由下載觀看。 當時未能夠發現登月假影片的破綻眾多。 及後,阿波羅登月影片和照片在四十多年後今天的互聯網, 被普羅大眾重複觀看的時候發現破綻。 得知當日所播放的公開片段,很多都是預先在地球攝影棚拍攝。 這方面的詳細內容,已經在2021年拍網第十一篇的 《星頻創造3.UFO大揭避之月亮的秘密》,訊息當中分享過。 但是,不單只是四十多年前的登月影片或照片是造假。 其實多年來,美國太空中處發放的太空影片, 就算是太空真實拍攝的照片,都被發現,也有極多被太空總處人員刻意修改, 或者只是舊相重用,借故瞞天過海,欺騙廣大民眾。 在2012榮耀拍網第十一篇提過,在月亮上所拍到的照片, 多處地方被人用人手或電腦,淘沒了一些部分。 似乎是太空總處不想人知道,月球上那個地區 有人工建築或者遠古的建築廢墟。 此外,最近,太空總處不斷對外發佈火星探測船 好奇號登陸火星時候的照片和影片。 再次被人發現,他們用一些平民電腦軟件,例如Photoshop, 簡單地把相同片段附近的地形, 亦都一聲一樣地用複製及貼照,copy and paste的方法, 將他們想逃沒的地方覆蓋了。 現在看看太空總處NASA官方火星探測船 好奇號登陸火星的照片。 好奇號是美國國家航空基太空總處 火星科學實驗室行下的火星探測車, 在2011年11月26日發射星空, 並且在2012年8月26日登陸火星。 最主要用於探索火星的蓋爾撞擊坑。 例如,這張照片是美國太空總處發佈 好奇號所拍到蓋爾撞擊坑的3D立體還原相片。 當你放大其中一處的時候, 竟然發現在同一張照片上出現兩個完全相同的地形。 非常明顯地是用電腦複製和貼照的方式, 將一處地方的地形貼到另一處, 只是將光暗和顏色做了少許的改動。 但是,明眼人或者有使用過電腦照片修改元件的人, 一定知道該處是經過人手刻意修改。 在圖中的左邊,可以見到一個類似湖的地形。 湖中有兩個島。 湖的右邊有四個突出的地方, 亦都有兩個粒入的陰影位。 在不遠之處竟然出現一個一模一樣的地形。 可以看到和之前所見的湖是一樣的。 亦都有兩個好像島突出的地方, 右邊亦都有四個突出的地方。 同樣有兩個粒入的陰影位。 只是顏色和角度有少許不同。 就算是以平民用的修改圖片軟件。 例如Photoshop,都輕易做到。 就算是不懂得這個軟件的人, 都可以在數個小時內, 學會如何做出圖中的霸氣。 在火星照片的另一方, 再次出現這一類複製和貼上的霸氣。 圖中可見, 一處有兩個倒轉品字形排列的黑點地方。 這個形狀亦都出現在同一處火星的照片的右邊。 而且, 這處的上方, 同樣是一個類似英文字母Z形狀的黑點。 明顯與以上的黎智一樣, 曾經被人做了手腳, 希望將照片當中一部分塗抹掉。 在火星照片的另一處, 亦都出現一個倒轉品字形排列的黑點, 被人以複製和貼上的方式, 複製在圖片的右方。 有人亦都發現, 一封由美國太空總署所發布 好奇號的火星地面照片, 好小地方都呈現少許的綠色地面, 好像是地球的草地。 只需要在電腦作少許顏色上的調節, 就會呈現一片綠色的草地。 這樣, 這個照片是否只是在地球拍攝, 再經加工繳式, 假裝為火星紅色土地呢? 又或者, 火星上根本有植物, 例如有草生長呢? 並不是像美國太空總署所說, 火星在一片轉草不生, 甚至連水源都要大費功夫才能找到少許。 為什麼美國太空總署 還要多次將它們拍攝到, 無論是太空、月球、火星的照片, 都用電腦逃抹一些地方? 這些被逃抹的地方, 究竟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其實早在2012榮耀拍網第十篇《星頻創造2》, 講到有關華盛頓、亂石堆和火星的信息中, 有黃牧師都提過, 無論是火星、月球, 也曾經是天使居住的地方。 也建立了城市, 甚至有大量的貿易, 目的是神讓天使有一個地方去實習 如何服侍將會在歷史上出現的人類。 可惜一部分天使在遠古的時候, 跟隨撒旦墮落。 於是神就將火星和月球上的天使城市 完全毀滅, 只是餘下廢墟。 美國太空總署所逃抹的地方, 極有可能就是這些天使城市的遠古廢墟。 不過,你可能會想, 為什麼美國太空總署人員, 會用這麼低級的手法, 來逃抹這些照片, 好像為了給明眼人和細心人, 可以輕易發現照片的可疑之處呢? 如果技術人員, 真是要不為人之地逃抹這些照片, 你應不會用附近的圖像來逃抹, 因為這個方法, 極容易被人發現造假的痕跡。 其實, 是不是有一些工作人員, 已經抵受不住良心的責備, 希望有人去揭穿太空總署的陰謀, 讓世人知道事實的真相?